原本住公寓 房子老大很寬敞 然後兒竟說買新房子 買到一個小二房 交阿丁 然後家破人亡 你是笨蛋嗎 不是 安平台北投資模式 第一個注意的地方是安平 去過安平都知道 其實很好逛很好買很好吃 因為安平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今天投資在安平 住在安平 就不是不平安 安平在海邊 我們台南駕駛就是買在安平 結果後來家破人亡 所以那房子就賣掉 那個房子也在海邊 海風徐徐吹來 吹了兩三年之後 你房子就得漏水了 這是安平 老人家為什麼不喜歡住海邊 因為你知道海風徐徐吹來的問題在哪裡 那年輕人不懂投資客不懂 以為想說短期炒作一下 我錢就來了 那短期炒作總有笨蛋要接手吧 所以台北投資模式 我特別提台北 就是眼睛蒙著亂買一通 叫台北投資模式 台北投資客有利多有議題就會買 這是台北投資客的一項買房子的方式 所以帶動了很多投資建案 可是呢 陸續會完工 所以它的拋售會蠻恐怖的 各個就代表安平的某一些特定地區 只要是靠海邊 安平就是靠海邊 安平古堡很漂亮 我們也去看過安平古堡啊 我們去吃過安平的一些 什麼牛肉湯啊 可是有怎麼樣呢 你們台南人要住嗎 沒有要住啊 你說安平人自己換屋 可是換在那個椒蛙圈裡面 你就不想換了 你原本住透天房子老 原本住公寓房子老但很寬敞 然後兒竟說買新房子 買到一個小二房椒蛙圈 然後家破人亡 你是笨蛋嗎 不是嘛 所以房子 預售屋你可能會買 因為預售屋會什麼都不知道 它的樣品屋多漂亮 然後配上身材很好的銷售人員 你就買單 可是等到房子蓋好了之後 你就發現天啊 這是人住的房子嗎 你可能還不知道 全空不知道 等到你裝潢好了才發現 你內褲沒地方放 你襪子沒地方放 你老婆的鞋子沒地方放 你怎麼辦呢 家破人亡啊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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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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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